广东队总的夺冠奖金高达12个亿 第4名外援 疯狂要加盟到 杜丰所在的宏远战队 接着就是包括了赵延浩以及朱俊龙将会带商出战 杜丰跟朱冠远都是迎来了三大考验的 针对 接下来的大战 无非三个重要的看点 第1个看点也就是接下来广东队如果夺冠的话 奖金将会高达1.2个亿 这样的高额奖金对于整个广东队的阵容刺激都是非常大的 毕竟有了更多的奖金的很多队员都会拼尽全力去争夺冠军 那么总的来说 广东队如果在CBA拿到冠军 CBA的官方肯定会开出6000万左右的奖金 另一个方面加上了万科集团已经跟广东队达成了合作 那么万科集团这边也会给到广东队 2000万的奖金 华为这边也会开出高达8位数1000万的奖金 与此同时这些费用加起来基本上就达到了很高的数额 那么另外广东宏远的俱乐部官方其实也会 给到3000万的奖金 说白了 接下来3000万加上2000万再加1000万 达到了6000万再加上官方的6000万 一共1.2个亿的奖金 如此高额的奖金 确实给到了广东队全体的队员更高的这个战斗能力 更高的士气去争夺冠军 毕竟有了更多的奖金 很多职业运动员 如果说本个赛季帮助球队夺冠的话 那么拿到的奖金 基本上足够他的职业生涯 去花销的 所以说接下来包括广东队的三大万元 除了马上布鲁克斯跟汉密尔顿全部 尽全力去争夺冠军以外 萨巴兹面对浙江广萨队也将会登场 确实 让人充满期待 那么当年广东队确实引进来的汤普森 是坦赢了一个总冠军 本个赛季朱帆宇用同样的策略 也就是把 萨巴兹签约了下来 同样的道理 也很有机会的坦赢一座总冠军 高达1.2个亿的总奖金 确实给到很多球队的诱惑力 给到很多球员的这种 鼓舞能力都是相当高的 第二个点也就是接下来的广东队 第4名大外员更是 向广东队发出了各种各样的鼓励 同时他明确的表态 非常渴望加募到广东红领队去出仗 他就是威姆斯大外员 广东队如今已经拥有三大外员 而威姆斯大外员是过去拿到 CBA总冠军的 大外员 所以说威姆斯他的到来 非常的关键 因为广东队接下来的比赛 一旦得到 威姆斯的加盟 综合的实力都会得到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 威姆斯身穿13号球衣 已经出现在广东队的主场 最终在威姆斯的鼓舞之下 整个团队的阵容也打得相当的出色 哪怕说沙巴兹没有获得登场机会 但是沙巴兹在场外 他的掌声 以及他个人的这个表现状态都是相当不错的 沙巴兹即将面对着广萨队第二场要登场 接着威姆斯他加盟到广东战队的并不是说带领着球队的去 争夺冠军更多的是充当幕后的教练组团队成员 说白了威姆斯他会成为广东队 清训队伍的一个主教练去带出年轻一代的球员 让他们去冲击 更高的舞台 所以威姆斯他的回归对于广东队来说 总体的教练组团队阵容都会加大很多 然而对于年轻一代的球员 确实很需要向威姆斯这种NVP级别的球员去指教 威姆斯也不停的向广东队表达了 示好 表达了感谢之后 接下来有了威姆斯他的称场 广东队的阵容将会更加的强悍 那么最后的让广东队 接下来值得注意的 也就是第3个看点 朱俊龙将会带伤付出 赵云昊也将会联手朱俊龙去登场 打前锋 对比之下 整个广萨队其实最优秀的是胡金秋大中锋 另外就是后卫线的顺明会 整个广萨队接下来的主场作战要全力去扳回一局 渴望去赢下广东队争取打进最后的第3场 然后作为对比之下 广萨队恐怕这个机会已经 逐步的下滑了 哪怕说朱俊龙他确实带伤付出 在过去他的腰部训练 受到了伤病影响 这确实也使得朱俊龙他自己也有点勉为其难 毕竟原本他是跟随着球队飞机 前往了广东宏远的训练球馆 但是因为中途受到伤病的影响 他是直接退出 现在回到了主场 朱俊龙将会带伤出战 经过简单的一方治疗之后 他的腰部 哪怕受到伤病的影响 但是并不影响他去出战的决心 有了朱俊龙搭档上的赵延浩 其实 接下来的浙江广萨队前锋线的阵容将会更加的强悍 而中锋跟后卫线不用过多解释了 那么这样的一套阵容广萨队的王国能否 放超广东队呢 其实难度非常大 因为广东队的第3个外援沙巴兹也即将会在本场比赛中棒的任场 去出战 有了沙巴兹的出战的确实对于广东队来说 成功2比0很少广萨队的机会 概率加大了特别多 毕竟沙巴兹呢他去对位朱俊龙或者赵延浩 这种优势都是特别明显的 更何况呢沙巴兹其实在面对深圳队的赛事当中他的 当场得分去到了 33分 过去在CBA的最高得分呢也有去到过60分13个篮板球 引起呢对于沙巴兹来说他其实击败 浙江广萨队的概率跟机会呢都在组组的加大当中 随着杜丰跟王博进一方的谈话出炉之后大家也感受到了 王博呢其实对广东队的取胜呢是表达了祝贺 同时呢也鞭策球员 努力的往前进 而杜丰呢则是非常低调的表示到广东队包括了 徐杰 胡明轩一届年都有伤病存在的问题 但是接下来杜丰既然都拿出了第3个万元沙巴兹 看来杜丰是要决心 2比0很少广萨队的意思 这确实让人十分的期待